披上白袍 慈禧大學第六屆後中醫學生即將進入西醫臨床實習 結合中西醫的專業發揮更大的良能 中醫非常的深奧 歷史久遠 我知道我們後中醫學系過古藏龍 而且可以說是跨領域 你們這一代新的 新生的中醫師的一個任務 把中醫科學化 透過視訊連線 老師 慈禧義的爸媽還有親友都在線上送上祝福 也參與這神聖的宣誓史課 宣誓 凡大醫治病 必當安神定治 無欲無求 實際在有些偏向醫療的部分也是做得很好 我會希望未來在受到好的訓練之後 可以為這個偏向醫療盡一份心力 時速典禮現在開始 許下醫者的誓言 後中醫主任帶著學生們進行另一項傳統種植杏術 期待他們效法三國時期的明醫董鳳 讓患者以種植杏術代替看診經 醫者醫病更有人心 帶著祝福和期許 43位慈大後中醫學生向行醫之路更進一步 帶來新聞中江坡 紅旗鄧明儀 花蓮報導 指導 mamma 李正蓉 李正蓉